许多人家里面都有这种多媒体的影音电视盒 他们虽然是免费的 但同时也都是违法的 但最近有很多实用的民众就发现 在家里面装了这个 但是都无法使用 原本能看现在都黑画面 连不上网就是连不上 这些本来未经NCC认证的设评器材 就不得贩售 买了看不到只能自认倒霉 只是会突然断讯 让不少使用者怀疑 是否政府现在大规模扫荡 他透过所谓的一个中继的机房 然后才会转介到非法记帐盒上 你们才可以看一些盗版的一些影片 甚至于频道 那现在不能看 那有可能就是这个中继的这个机房 出了问题 要修呢 你也没有办法修 你只能等待而已 相关单位表示 没大规模动作 但确实有特定品牌 使用者说看不了 非法业者遭重罚 而买了民众单纯收看 虽不构成著作权侵害 不罚钱 但以影音著作提供内容 本身就不合法 所以当电信侦查大队查气到不法机房 就会断讯无法收看 制裁局去年共查获六件 共查扣五百三十五台非法机上盒 并在二零二一年 查气安博盒子 起诉制造商 进口商和贩卖商 向盗版侵权电视盒宣战 大动作打击非法很必要 因为就连美国也点名台湾 非法网路协定电视服务很猖獗 机上盒线路密密麻麻 这就是非法业者的道路机房 NCC整合有线电视MOD业者 技术协助电针大队取缔 从源头断根 民众花几千块买的盒子 一夕间变成没用的空壳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